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再次观赏硅谷传说的节目 今天的硅谷传说的节目非常荣幸 也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赵庆建赵老师 所以这个赵老师我想大多数的人 都是从报红杂志上得知老师的讯息 尤其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武术比赛 刀树跟棍树的全能冠军这则消息里面 得到老师的名字 其实说起赵老师 在2008年往前追溯到2004年 往后追溯一年到2009年 老师几乎参加国内级国际的比赛 几乎明年得奖而且都是得冠军 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实至名归的大满贯得主 所以说常常人家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所以我们想请赵老师来给我们各位分享一下 您个人的武术经历 大家好 我是赵庆建 很高兴来到这里 应该我个人的武术经历来说 还是比较经历的地方比较多 走过的地方也比较多 拜的师父也不少 然后我是从六岁习武 一开始习武是在家乡习武 后来又慢慢的一步走向少林寺 在少林寺我又代表武生团 也出访了很多地方去推广武术表演 进行了很多年 然后后去我就在大学 在武汉体育学院在大学 从事这个大学的比赛 然后就是被 99年被吴斌老师 就是也是李廉洁老师 然后把我带入到北京 带入到国家队 然后进行了这个专业的竞技比赛 所以这么多年就一直从事了民间 从事了大学 从事了专业的武术 所以其实老师在武术这一块 经营了相当久 但是我们查了一下资料 其实老师在从2012年到2018年 这八年的时间 集中了六年蛮多的时间 投注在所谓的美国这一块的 这一块的所谓的 学术实习基地的一个建立 所以说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 也各位观众告诉一下说 老师在美国这边 为了武术的发展做了哪些 还有老师因为也经营了非常久 所以老师对于这一块的发展 尤其是美国武术发展的这一块 有什么见解 我其实对美国这边是挺有缘分的 我是等于98年第一次来美国 是代表少林无声团 进行商业过来演出 整整在这边两年的时间 完了之后又有一次来自05年 我们北京武术队过来这边进行交流 那次主要是进行交流 从08年之后 我又几乎09年 10年 几乎是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每年都会过来这边 过来这边因为是主要是看到这个美国武术的发展 也让我挺感动的 很感动因为是每一个州 每一个城市好像武馆都很多 因为我以前在少林的时候 也有很多少林现在在这边 师兄弟也在这边从事这个武术的这个教学 然后做了俱乐部 然后又在这个北京队的也有很多在这边 做这个武术俱乐部 所以说因为就这个缘分的情况下 每年也会来这边 来这边呢 就发现其实很多的这个师傅也好 老师也好 他们呢有时候可能精力毕竟是有限 然后这边的发展呢 又说和中国的可能从这个系统上发展 还不太一样 就是还不太是很正规的这种 发展一种模式吧 应该还是主要是以兴趣 就是还是高兴 我先让你把这个兴趣带起 然后锻炼身体这个为主要 但是到了再慢慢一进高的时候 你比如说会进入到比赛这一块 因为我看这个在美国来说 比赛也很多 特别是我们加州 然后从进入四月份 就几乎每个月都到九月都有一个比赛 就这么看来说 就是说加州这边的武术发展是很快的 就是进入系统也很快 但是到一定时候呢 就是说比如说他对这个比赛的规则 训练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进入比赛 或者更专业点的时候 会有一些难度动作 会不会就是说受伤啊这一块 因为毕竟他这个系统是比较专业一些 要经过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上大学后 要学习怎么样自我保护 怎么样训练学 怎么样跟科学的这种进行训练 特别根据这个比赛的情况 所以我就应该近这八年的时间吧 我经常近和这个各方面的老师吧师傅们 沟通的很多 沟通很多了我又在大学 从我退役之后我去大学之后 我突然就因为我很感恩武术 感恩功夫 因为这么多年我是从小练 然后来我又通过这个武术功夫啊 然后又带给我的这个精神上也好 物质也好 很多的都是让我感觉 就是带一种感恩的心 更想把它做得更好 特别是在国际上 能是尽我一份的这种责任也好 力量也好 能把它发扬或推广的更好 所以我就产生了一种 我应该把我带的学生 是不是可以带到这个海外来 让通过他们 然后更多的 然后带出来的学生 更多的进入到这个俱乐部也好 或者是大学的之间的教育也好 就是说再让他们去 从最基础的这种系统 能不能就是说和当地的这种俱乐部 教学方式融合一下 怎么样更好更快 更让这个现在练习的小朋友也好 就喜欢的武术也好 能得到一个更直线的吧 就是不是曲线的直线的 然后了解这个武术 所以说我就从16年开始 我就也是说服了我们这个大学的 这个学校的领导 然后我说想罢学生 因为学生也是 因为在中国练武术很多 他们练完之后呢 有些会很可惜的 因为是毕竟是竞争太厉害 他们有的就可能不从事这个了 有的甚至是当小学老师 也有去做俱乐部 但是还有一部分是 可能就没办法再从事这个转意 我也想更多的给学生们提供 更多的机会吧 然后再走上国际也看一看 将来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所以说16年开始进行了 在美国建立的这个实习基地 通过多家的这种 因为他们的去交流 去教学方式 真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认可 甚至很多小朋友 通过这个更喜欢了 更了解更多的 这个武术将来以后的发展的 一些情况 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职业 对 当成一个职业 其实老师刚才所讲的 其实也其实这个蛮令我感动一点 其实老师他除了是 自自在念是弘扬武术之外 其实老师也是积极的 应该是说提西晚辈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走上国际舞台 所以老师刚才讲到在16年的时候 老师就有这个念头 就是要把所谓的想带领中国的 武术专业大学生走进美国 那其实蛮令我经常是一年之后 在17年的时候 老师居然真的带了第一批 第一批中国武术的专业大学学生 进到美国 老师会跟我们讲一下说 您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说服老师 以老师的经历背景 当然是没有就是毫无疑问 但是您要怎么样如何吧 带领中国的武术专业的大学生 而进到走进美国 这个市场或者是国际市场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 您是怎么样做的 我认为就是说 所谓提携我的学生 因为我感觉这是我的一份责任 应该比如说我教授的学生 我更好地想让他将来对这份的专业 或者是更多 因为他毕竟也投入很多 从小也会去练 然后包括上完大学 他也投入很多 我更希望就是说 把更多的支持给他们 让他们从事这个专业 普及就更多更广 来去进行这一块的交流 所以一开始真的是 还是比较蛮难的 这个把他们带到这边来 对 而且尤其是在一年 只有一年而已 是 首先是在经费上 因为一开始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的学校也没有这个经费给我 然后这边呢 也不可能我有一个经费 我当时就尝试 我自己买机票过来 还好就是说 我在这边有很多的这种 武术的人们 有师兄弟啊 有情 对 有情在他们很多来的时候 就说我可以住在他们家里 而且我吃饭也不用愁 他们每天都 我老师也很像是细骨精神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有时候会请我去讲座 也想把我的这种经历啊 教学这种方式啊 然后就是说给 恋悟者去分享一下 所以就从这一块 我蛮感谢就是这个 在美国这个 传授这个武术的这个 这些师傅们 就和他一起交流 我就是分担了很多的经济上的一些困难 所以就是众志成成 对 对 所以我就是有了这个基础 然后呢增添我很大的信心 然后我又 因为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说服学生 说服他们就说 能来到美国这边 对 因为他们也是 还是对美国还是陌生的 对 人生又是人生地不熟 对对 还是不熟悉 因为这个也知道中国的这个成长环境和美国 它还是生活的这种很多是不一样的 包括第一次带他们来了 可能因为在这边更多是没那么热闹 生活上 对 然后回到这个教育完回去之后 他们会感觉很无聊 一下在观点下 可能给同学马上就是聚个会 就可能出去吃个饭聊聊天 因为无需要开车 但这边就不行了 他们不能开车 是 纽约事情必须要开车 带他们去做什么 所以就是克服种种困难 不过毕竟老师还是 就是克服种种困难 尤其是真的有很多的朋友的一起帮助 对 把中国的武术 终于 终于漂流过海 带进了美国这块土地 那再来呢 我知道老师在12月15号 在那个Santa Clara的会议中心 有一个功夫之夜的活动 会跟老师大概简短 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是的 昨天 等于是我们刚开完新闻发布会 这个活动呢 之前呢也是有五年的时间 每一年都做一次 但是往年呢 做的这种方式呢 可能和这次的不太一样 我们这次就联合了 有20多家的这种 武馆和学校呢 共同来打造这个平台 目的就是更想让 更多人了解他 参与他 就是说认识他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因为我几次在这种活动上 聚会上 聊到这一块 很多人不知道 说啊 还有武术啊 这哪有啊 我们可以去练 就是好多人不知道 所以说我就给这个 这次我们包括美国 三多美国商会 还有华体会 还有我们腾飞 教育集团 还有华星 就是这些 然后一生完这种想法 他们就特别的支持 他就说 主要是你有什么想法 你就做嘛 我们就说 能辅助一起去 帮他完成这个事情 但我们目的就是 一直还有那个 实习生在这边 我们也想通过 就是说 他们的表演 然后 通过舞台的形式 然后感染 就是 或者现场感染 或者啊 让他们了解 就是说从 最初级的武术是什么样 到中级到高级 它是什么一个过程 都能了解到 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然后用那种方式 呈现给大家 对 那今天呢 非常谢谢赵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呢 观赏我们 硅谷传说的节目 我们下周见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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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可以吗 谢谢 感谢观看